第一位,电影皇后阮玲玉,当时能在民国被称之外电影皇后的女演员,也只有阮玲玉和蝴蝶,她们被公认为那个时代演技最好的一批女星。 乌玲玉虽然在大荧幕上大放光彩,但她的感情之路坎坷,几段感情都不尽人意,这让后人看起来十分惹人怜爱。 第二位,民国金嗓子周旋,她天生有着一副上千次语的美妙歌喉,同时也是无缅的电影皇后。 可惜的是天度红颜,三十七岁就相相欲远,实在令人痛惜。 第三位,民国四大美人之一林辉音,她是让梁思成、金月灵和薛志摩三个大才子爱得深沉的一代才女,她的相貌并不出众,却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不可磨灭,成为那个年代最耀眼的一名奇女子。 第四位,李源世家孟小冬,人称东皇,曾经是梅兰芳的夫人,后来离婚后和上海滩的大流氓猴子杜月正在一起。 第五位,民国大才女蒋英,她的先是民国著名将领蒋百里,她有着非同寻常的音乐肩负,将她获得的荣誉无数,不仅如此她的美貌更令人印象深刻。 同时,她与前十三人爱六十二年的爱情故事,更是一段佳话。 第六位,金庸的梦中情人夏梦,有人说她就是民国的西施,再又有人说,她是落入法间救世出城的天使。 总之,她恶魔多次,风情挖肿,是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第一美人。 有点耳朵,让她们将领摇一些箸端踢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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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